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就不是只希望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某人對某事處理得不好 大家發洩一番就算了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深入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以及建議我們每個人其實可以做到些什麼 令到這個問題真真正正會被解決的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特首或是你各位負責人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你會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其實我認為很多問題之所以遲遲解決不利 主要是因為我們根本未能夠動縮問題的核心 其實往往只是停留在問題的邊緣那裏 或者只是講問題的表徵 未能一針見血,直擊問題的核心 同時我們的社會一向都很依賴一些所謂專家 行內人士或者專業人士是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 而這些人很多都是一些既得地利益者 亦可能問題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因此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出現本末倒置或者顛倒是非 根本就沒有辦法看出問題的根源的 還有,我曾經說過 要有效地解決問題 往往不能在問題出現的層面去解決 有效的解決方法 一定要在一個問題更高的層面入手 我們香港出路認為 要解決問題的真正有效方法 都應該採取以下的四步曲 第一,認識問題的核心在哪裏 如果你能夠用兩三句 講出問題的定位 基本上我相信你都可能看準問題 第二,我們要認識問題為何會出現呢? 第三,當我們知道問題的起因之後 當然尋找個解決方法 可能也不是那麼難的了 最後,如果有些事情 我們可以講到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如果我能夠只是付出少少的力 是否可以將這個問題具體性解決呢? 當然我們歡迎大家用封印的熱線 電話是21341134 我們的電話熱線是21341134 或者可以用ICQ的方法跟我們交談 我們的ICQ號碼是439457249 或者可以在網上留言 或者你聽到我們節目之後 可以用網上留言的方法 參與我們的討論 幫幫一下我們的香港 好,我們今晚想講的題目 其實是我們過去兩個星期的延續 始終我們發現這個問題 其實要講的 其實有很多事情 大家都有很多人關注 我們一向最近的兩輯 過去兩輯都是討論 我們的中華醫藥何去何從 我們歡迎 我們今晚有兩位嘉賓 是龍玉萍小姐 她是香港中醫執業資格士權益組的主席 她上一次 龍小姐都有參加我們的討論 另外我有一位徐錦麒忠醫師 她是代表香港忠醫師權益總工會的副理事長 好,多謝兩位今次參加 原來其實我們在現場 都有其他的現場的聽眾 到時他們也有些事情 想和大家一起聊一下 很歡迎他們 我一向有另外三位常任主持 王岸然 是我們香港更好電台的顧問 她自己也是一位時事評論員 過去曾經為各大報章寫過很多專欄 現時你可以在《信報》 逢星徑三可以看到她現在 繼續寫的專欄評論 王岸然大家可能知不知 因為我也不知道 她原來曾經在香港 在各大學校教過律師系的講師 她曾經在2005年到2007年 擔任香港人民廣播電台的台長 好,另外金永賢 是我們傳媒工作的人 她也是我們香港更好大行動的 榮譽幹事 即是出力 我要澄清異務 異務 其實整個節目 整個會都是異務 另外就是何曉智 整個神經科醫生 她剛剛從加拿大回來 她也是加拿大和香港的註冊 神經科醫生 原來何曉智 以前在中文大學 讀過社會系 跟著去日本留學 OK 好了 那今天我們怎麼開始呢 誰想先說 或者陸玉萍 其實我們上一次 都討論了成兩個小時 始終我們覺得 還有些地方 我們可能未曾講得清楚 或者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到香港中華醫藥 面對的問題 在哪裏呢 袁醫生 請問今天 除了我們兩個嘉賓之外 本來邀請了哪些人 其實我們因為 始終我們過去兩次 都是邀請 我們看到問題的人 我們都來講了 我們應該邀請香港的 中醫藥委員會 據幾位幹事 我們過去呢 我們都曾經 用電郵方法 用打電話方法 企圖邀請范左浩主席 他是香港中華醫藥委員會的主席 還有呢 原來中醫組的主席 是黃華國中醫生 我們都有同時 跟他們聯絡 初初他們的工作人員 就說他們會一兩個天 裡面就會回覆我們 兩次電話上再次跟進 可惜到今時今日 到現在為止 他都未曾有回音 其實我覺得 對他們不是很公道 我們都指陳 現在他們那個 醫藥管理委員會 其實出現很多問題 如果我們只是批評 他們所做的事不好 他也沒有機會來講解一下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當時的處境是怎樣呢 我們希望 或者不久的將來 范左浩主席和黃華國中醫生 就有機會出席我們香港更好 香港出路這個電台節目 因為記住 我們這個香港更好大行動 其實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 也沒有任何宗教背景 我們也是什麼隔離團體 我們不是很在乎的 其實我們主要是希望做的 就是改變香港的一般人的 看東西的方法 一般傳媒的風氣 我們就不要只懂得批評 批評很容易的 但是最後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會做得更好嗎 這是我們的挑戰 好了 他們就不來 沒辦法 很失望 不用失望 不來就你全都說了 其實都習慣了 六年來 那麼久以來 辦學的機構 我們的學生組織 議員約他都是不見的 議員也約過他們嗎 如果見的那些都是很幸運 都是萬中無一 或者他們工作很忙呢 因為委任制 我上次就說過 因為委任是義務的 所以他們是不見你都可以的 而且近期我們接到的訊息就是 是很有幸見到的 那些議員 或者有些學校方面的代表去見 他一見到他們第一句就是 我們是義務而已 你們有什麼呢 麻煩你快點說吧 不要經常約我 麻煩你了 不要緊要 義務也沒有問題 我們會和電台是良好意願來的 我們不要假設他是壞人 我們是良好意願的 那他可能有秘書處 聽了你們說 還有問題在哪裏 或者有書面回應 都不奇怪的 我們用一個良好意願 可以說你的問題 你們看到的問題 對的 他的工作雖然是所謂沒有錢收的 是義務而已 但是他們所做的事是影響很大的 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很多同學都說 如果你義務既然這麼忙的話 就不要妨礙你了 因為你可以退位揚言 很多人都能夠勝任 是的 我覺得始終是義務還義務 始終你的工作是影響整個香港的中醫界 和香港醫療問題的重心 和他們所做的事有關 那好吧 他們暫時都未出現 或者暫時都未有時間來 我們說了差不多四個小時 過了四小時 其實你覺得還有些什麼 香港人應該知道的 而我們一般的大眾傳媒 或者說得還未夠呢 而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是會很影響香港的醫療那個危機 解決那個能力呢 是的 這樣吧 現在中藥管理委員會 兩位都沒有出席 唯有我們今晚將這個事實 或者真的有些發生不好的地方 或者什麼 我們都說出來 那現在呢 其實今天呢 就不僅止我們 即不僅止我們 即不僅止我們 其他也都有一班的同學 在這裏 也都是有公開大學的學生在這裏 學生代表 都李小姐和趙小姐在這裏 是的 是的 我們今晚都會是 即是從不同的方面去探討一下 有些什麼問題的存在 是的 那現在或者呢 我就先請這個公開大學的 李小姐說一說 她的有什麼見解 或者是覺得 即是中藥管理委員會 成立了十年又多了 那在這裏 怎樣推動這個中醫界方面 有些什麼的存在問題呢 是的 或者李小姐可不可以講一下 講一下你自己的經驗 在這方面的 或者是 我小小的看法 這樣 那其實 早前我們學校的校方 就很幸運 都見到黃先生 那黃先生呢 就跟我們學校講 其實我們公開大學 這個下大學位學士課程 其實是不被承認的 但是呢 她就跟我們講 你其實都應該看一下 這個浸會那裏怎樣搞啦 那我們就真的很認真地去比較一下 一些被承認了的課程的情況 但是就見到 其實呢 發現那些所謂 他們可以接納到的課程 其實是很大量 有西醫的課程在裏面的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 都會夾入西醫的課程在裏面 我自己個人覺得 雖然你說中西合璧是一個潮流 但是畢竟在香港的中醫師 是不可以用這個西藥 或者用西醫的治療方法的 那為什麼被承認的課程 要讀這麼多西醫的資料在裏面 要這樣讀法呢 其實畢業的學生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在他們將來不會用得到的地方上面 那這班被承認的學生 又會從事這個行業 那其實是對我們傳統的中醫的行業 是一個衝擊來的 那一班學生 基本上是沒有需要用西醫 但是讀了很多西醫的東西 那不多不少也都影響到傳統的中醫 那另外一方面 我也都見到就是 在行內裡面 因為中醫藥委員會成立了之後 那很多中醫師都有紀律的問題 那就是年中簡直有很多被除牌 或者紀律處分 那我就會覺得就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辯證論治 中醫來講 那很多時候都是要因人 因時 因地而治 就不可以說 用西醫的一套 就是說 有一個手冊 你要遵循的手冊 如果不真的手冊 你就犯規了 就要處分了 那樣 藥量其實 真的好老實說 是真是因人而異 因地而異 不可以說 藥量超出書籍 那個規限 你就要除牌 這些其實根本就是 西方醫學的理論 亦都見到 這個中醫委員會 對這個中醫行業的影響 那其實 大家覺得是一個好影響 還是壞影響 那中醫的傳統 那個理念 就 基本上 就已經崩潰了 如果可以繼續這樣處理下去 那你說 在那個行業裡面 充斥這些人的話 其實 中醫 在香港來講 還有沒有發展的機會 是不是真的可以發展 大家應該去想一想 那個問題 你剛才所提及 你說他們的課程裡面 就是香港現在的中醫學院裡面 他們課程裡面 起碼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是西醫的課程 那 何謂西醫課程 你是指什麼西醫課程 我相信他們不會教他 開西藥 開小手術 也不是這些 小手術當然沒有 真是西藥的 譬如你所知道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你剛才所形容的西醫課程 其實你是指什麼 因為什麼叫西醫課程 或者我可以讀一讀 有關的課程 血液學 病原學 消化學 呼吸系統 內分泌 神經系統 傳染病 我也想問一下 在座都有中醫師在那裡 我們中醫有沒有這樣分科法 他們會這樣說 這是一個基本的醫學的常識 任何的醫生都應該認識的 即你是解否學 雖然你說早期的中醫 不是那麼多需要學 都知道解否學 但是今時今日 所有的 做醫療工作的人 基本上 都會學基本的解否學 基本人體的心理學 或者做一些基本的診斷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他在外國自然化醫學院 其實他都讀的 即是做解否 人體解否 或者一般西醫方式的診斷 都會的 即是就算 執管神經科醫學院 我們讀四年的四千多小時裡面 也都可以這樣說 初初的兩年 都是這些所謂的 基礎的醫學的常識 即我覺得 這不是西醫的壟斷的資訊 即不是說 這是他們的 這不是他們的 很多人體解法學 不是西醫做的 是人體解法學的科學家 做出來的 即是生理消化系統的資料 或者生化的運作 其實都不是西醫做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 即是醫學的基礎的常識 李小姐 是嗎 是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的那些課程 是不是香港現在幾所大學的中醫學 是課程來的 是啊 你們現在讀的那些 是不是也是這樣的 其實基本上 就算我們廈門大學的課程 都有個西醫範疇 我們都會讀 但是佔的比重就不是那麽大 嗯 我們 我們 如果佔的比重是那麽大 即是你加一些科 他可以 承認你呢 他當然是不會這樣跟我們說 他只是說 你就學一下某大學 我就不要講名 我們就把某大學的課程拿出來 真是很認真地去做一個對比 得出的結果就是這樣 其實西醫範疇佔了三分一至四分一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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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主持人這樣說 我不是不同於主持人的說法 那麽 但我是覺得 比重的問題 那麽 那麽 你叫做一個中醫課程的話 那麽 你西醫的基礎 那麽 你將來出來執業的時候 夠不夠用呢 你說我現在的課程 你們學了 即是中醫的課程 那麽 那麽 將來你出來做中醫師的時候 那麽 那你可不可以利用你學到的東西出來 行醫呢 現在行醫的時候 是否可以有效呢 啊 何醫師 這個問題 或者等我 我都是公開大學的同學來的 那麽 我們這個課程 就是由香港公開大學 和廈門大學合辦的 我們這個中醫課程 即是廈門大學開辦這個中醫課程 已經有五十年來史的 不是現在一個新課程來的 那麽 他五十年來 以他的經驗 和實踐的結果證明 這個課程出來 是足以勝任做一個中醫師 那麽 由這個課程 畢業出來的學生 已經是在全世界都有了 偏偏全世界 他們在那裡行醫 香港都有 是很成功的 那麽 我們廈門大學 不如出來的中醫師 已經有註冊 亦有表列的 那麽 以他們的情況來說 他們呢 那天 有一個中醫師介紹 我們師兄的時候 他這樣說 他說 這位 中醫師很忙的 他很多病人的 那這句說話 說明的是什麽問題呢 如果他不勝任中醫師的話 他怎麽會有很多病人呢 這樣說 不知道你解不解答到你這個問題呢 即是說 講不講明到我們這個課程 令到他足以可以勝任做中醫師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已經是很好的證據 你拿來和他們爭論 問題是他不肯出來和我爭論 只是讓我自己說 那你要寫一本公開信 登在報紙上面 即是不輪到他不回答的 哎呀 我已經 據我所認識 我亦都去中國成都中醫學院 我都看過他們的資料 我亦都去那間學校 曾經參與一些研討會 那我看到 其實成都中醫學院 他們的課程裏面 其實你看那個 那個校刊所看到的資料 很多很多所謂 你剛才所說的 西醫的內容的課程 那我相信 廈門中醫學院 他們幾年 即是你剛才所說 他們畢業幾年 是四年的 四五年 廈門大學 這個中醫學院 這個中醫是 扮海外教育 是五十幾年 不是四年 不是我講他的課程 課程是五年的 五年課程 那他裏面有沒有讀中醫 都有的 中醫西醫都有 但西醫我們 其實都包涵蓋了 剛才這位李小姐 講的所有內容 問題是 一個總科 比如說西醫基所 和西醫診斷 和治療 已經包括了 問題是另外某些大學 他把他拆掉 神經系統病 免疫系統疾病 分開了 全部包含在內科 西醫診斷 在內科 何必要這樣分 他列出來給人看 為何要這樣 你不是把西醫內科 問題全裏列出來 我看到報紙上的報道 他們的理由 其實不是說你們 是不夠西醫的基本 醫學基本常識的課程 他們說 現時很多兼讀的課程 讀的時間 大概四百多到一千小時 而現時 他們希望 作為一個註冊的醫生 一般全部都是 無論你讀脊骨神經科 自然療化 什麼都好 一般都是四千個小時 我看到的報道 他們說 這個時間不夠 可能不夠 原因是 你所讀的範圍 可能令到你們的時間太少 他們覺得 現在香港 其他學校 他們好像讀四千小時 是不是這樣 但其實我是想說 你剛才主持人說 我們的時數 或者不夠 但問題是 所謂多了出來的時數 是讀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即是 你隨便隨便找些東西 讀四千小時就算了 那是不是對那個 對你的學術水平有幫助呢 是不是 我們是真的要去學一些 我們日後會用得到 做得到的東西 我們作為一個中醫 我們要讀中醫的東西 我們讀夠中醫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中醫師 不是說 我求求其其 貓貓狗狗 失夠四千小時就算了 現在不是要讀英國文學史 我們在說 讀解剖學 心理學 我們有包含到的 但其他還有什麼 統計學 醫學英文 都要讀 隨隨隨隨 失夠四千小時 這個都 我覺得這個不可以 因為一般 你看回全世界 專業的醫學 不論哪一科都好 基本上 這些我們認為 是最基本的常識 基本的知識 如果你連基本的醫學 統計學都不懂 將來你看到醫學文獻 你說中醫過去沒有 你不可以說過去沒有 我們將來都不需要知道 這些基本的醫學常識 或者我們的科學 所謂思考的工具 其實不會妨礙你 成為一個好中醫 George 我可以告訴你 我有三個學位 一個學位在中大 一個學位在日本學 一個學位在加拿大 我可以告訴你 很多時候學位讀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說 不是很有用 什麼時候有用呢 就是很難說的 有些人到很老很老 他要寫一本書的時候 那些是有用的 所以讀的時候 一定是嚴多的 用的時候 一定是嚴少的 所以很難說的 你做到一個要設計 一個課程的負責人的時候 多一點更好一點的 當然是這樣的 好像說 你讀到那麼多 有用的才讀 沒有用的才讀 沒有用的就不用讀 這是很難的 我自己個人的意見 李小姐 我想問一下 例如我剛才聽到你說 你覺得西醫的學習時數相對比較多 如果你認為比較多 那你認為中醫的課程是否應該要再加多一點呢 是這樣的意思 或者我在回應各位主持人之前 其實我想搞清楚方向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說一個學位 需要讀多少個時數 我們是說我們一班中醫的學生 其實基本上我們的中醫的知識 或者要學的東西 其實我們已經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已經涵蓋了 而為什麼 因為有些時數是不夠 或者其實當然 你說有些東西 或者到時你會用到的時候 或者你會需要 但是 我們畢竟是希望讀中醫 是想做一個中醫 為什麼 CMC 就是因為一個這樣的原因 要否定我們去考試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一讀完 我們已經是一個中醫師 我們只不過是去考試的資格 如果你說 你們到時用到你們就會知道 是需要學的 那你可以肥我佬 是 阿瑞錦琪 你好 我回應剛才有位 那個 阿何醫生的說話 因為本身我是一個中醫師 而我身邊一班是一班學生 是 至於今次來講 我想知道來講 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是香港人 他們是要求 他們並不是香港要求他們的執業 他們是要求他們讀了這麼多年 是給他們資格去考執業資格試 我覺得身為香港 例如本土生 本土土生的老長人 他們有這番的志向 有這番的事 這些才是將來中醫發展的橋樑 我們這一輩來講是研究工作 作為我們這一輩的 我本身五十歲 已經開始在學術方面去研究 而是他們剛剛萌芽的階段 為什麼香港政府不讓他們這些條件去做呢 我講出一個條例 他在立例之前已經在讀 為什麼之後你不放過這班學生 他讓他們四班一起考 他又如何呢 完成了歷史上的責任 你可以之後再去跟正 你不應該這段時間 將他們一刀切 還有國內很多大學生 有些是來到香港 他本身是剛剛新移民來香港 我可以告訴他 我本身是一個表列醫師 也是這一次的考生 我連同今年考了第五次的試 五次的中醫執業資格試 我考了五年 即每一年都可以去 我每一年都遵循這個遊戲規則 我明年或者不會遵循這個遊戲規則 為什麼我對這個中醫管理委員會 有些是草奸人命 他們做到來說 不要這個話題已經扯得遠了 先說一班學生的問題 當時有一個同學 和註冊學會一起讀書 這個同學本身 他一和我放學之後 幾個聊天 他大約是四十五十歲左右 和我一年多 他問師姐 你用什麼資格 我們是表列還是註冊醫生 他問我非表列 亦非註冊 我問你究竟用什麼資格 來應考這一次的資格試 我們表列可以去應考 因為歷史責任是唯有問題 他一定要讓我們考 但是他居然間 就回答了他非表列 亦非註冊 但是他是新移民 他只是拿著香港 他在國內廣州中醫學院 是做過以前行這個 他拿回這些他的證明文件下來 其實香港政府可以接受他 我想問這個中醫管理委員會 和衛生署 用什麼來做執業資格試 如果這些人都可以來香港應考 香港的中醫已經沒有前途 為何你這麼說 他是一個中國的中醫學院正式畢業 行醫過的人 他來香港 為香港市民服務 他是一個正式有專業的訓練的人 為何你會覺得他會對香港沒有前途 第一 他在國內下來 我不是歧視國內的人 你應該香港人保障 香港中醫生的福利 每一個人下來 他都可以去做一個中醫生 他是國內本科大學下來考的 餘人生華孕堂 全部都是請國內醫生下來 你叫香港 他們下來只不過是七八八千至一萬元 而香港請一個表列醫生 或者做一個註冊醫生 去一間醫療所裏做 動輯都兩萬元 人工相對來說 已經是一個外勞方式 已經是拿了下來 為何要去剝削我們的中醫 我們中醫是越來越難蠟燭的 其實在西醫界都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已經是香港的中醫師沒有這種權利 好了 這一班人尚且可以 中醫管理委員放他們下來考試 對於這班學生 是本土生的 你更加要踩他們一腳 這是什麼政府 這是什麼中醫管理委員會 我叫做不知所謂的管理委員會 我們在法律界 入行考試的情況暫時還是怎樣 行行都不同 在法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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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不會限制你在哪裏 你加拿大讀都可以 即是普通法 美國讀都可以 即是普通法 要讀一年 然後就去考 一項藝考試的專業師 比如美國律師 我們英國的律師去美國 是 讀一年書 就可以考 其實全世界要求 你本地那裏 要讀一年 然後考他的專業師 保證你的標準是專業師 其實其他那些都不是 即是剛才說 如果你說你欠一千小時 兩千小時 你自己去 自己開班 自己開班 搞定他 沒問題 沒問題 如果你說要考西醫的事 你都比較合理 其實整個背後的理念 就是 你是否有一個合理的情況 被人考考試 你不要理他那裏 你不要理他那裏 在那裏讀 他是否懂 是否考你的事 我可以這樣說 我跟進這一點 我不反對 他這個遊戲骨質 他有個審物條件 被人下來考 我今天跟他爭論 就是 為何他有資格下來考 為何這些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 你不要剝殺他們的權利 或者他們考完事 他們不去做都可以 你明白嗎 他不是要執入行醫 你為何不讓他考試 你有本事就肥了他老 你明白嗎 不行就肥了他 你一定要讓他考試 你會不會贊成 香港人自學 自己學了之後 他來考中醫執醫師 他考了之後 他可以註冊 你會不會贊成這個做法 即是很公開的 你有本事 或者你爸爸很厲害 教你中醫西醫所需要的知識 你就去考一個公開試 專業公開試 考了之後 他就可以合規格上 各人都可以做 你們會不會贊成 開放 大家開放 全部開放 所以我絕對贊成私成祖傳 因為這是中醫的文化遺產 維持了五千多年 如果他沒有這樣的功能 他已經是喪失了 太弱流強 是必定的 所以我不反對 如果你讓別人去考 用他爸爸的醫術給他 如果自己自負 考就考 你不可以不讓他考 所以一手一腳 所以一手一腳 做法 我贊成 我贊成 你贊成 你贊成 剛才說 做律師 其實我也想介紹 會計師 都是一樣 你全世界 在會計師 去哪個地方 都可以 執業 會計師 當然你讀當地的法律 和當地的稅務 那就是可以的 那會計師 尚且可以這樣 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 都可以這樣 既然你說中醫師 想搞專業化 為什麼不可以 跟隨別人專業的處理 其實我想補充一樣 封是專業的東西 其實你讀不完 對 我也覺得是 美國五十幾個州 五十幾個州法律都不同 是 所以他沒有可能說 你一定要讀五十幾個州 那就沒有人讀到 他只是說 你有基礎知識 你去到那個州 你就補充 一年左右的課程 就去做 你一路做 因為專業的意思是 我不懂醫治的東西 一路做一路學 立即去找資料 我就去醫治 這個能力才是重要 就不是你認識的東西 才開始行醫 應該是你有專業的技能 絕對欠死 我可以告訴你 有個鮮禮可援 BCE省是加拿大 好像第一個 是中醫合法化的 一位香港很有名的記者 叫阿樂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根本是沒有 完全沒有中醫或西醫的訓練 但是呢 就是 BCE的中醫 那個博士 就給了一個牌照給他 為什麼 我就不知道 但是可能他寫了幾本 那些什麼比方 保證很多資訊 講得出來 這個是真正的 這個是真正的 他在BCE省 專門幫人醫治癌症 他寫了這方面的文 他寫了很多 醫治癌症 醫治癌症 但醫治癌症 很難醫 你剛才舉這個例子 你剛才舉這個例子 他在BCE省 他都要他考的時間 我好像是沒有考到的 就是不用考的 因為 就是一個 我都不記得是引用什麼條 因為 成立那個 BCE省的那個人 他本身是律師 諾比心 是律師 是行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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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移民過去的 不知道他怎樣 可以找到條例 就給了個 中醫的牌照給他 現在都應該是正在做的 好像 也很有名 也很有名 那何醫生呢 你覺得這樣好 還是不好 如果是這樣 根據你們的意見應該好 如果是這樣 我是問你覺得好 還是不好 如果是他醫治好人的時候 OK 沒有問題 我想補充一下 George的意思 我聽到你說 會不會出現一個問題 中醫界又有反對聲音 喂 大哥 我大學畢業 每個人都考得這個考試 即是又玩專業利益 應該說 有些情況發生 嘩 他的組 我補充一件事 剛才這位 黃米燕律師 黃米燕律師 我所說的 醫治病者 經驗是很重要的 所以才有私承祖傳的事情出現 我不理他是什麼病 有一個基礎 是什麼基礎 中醫有四診八光 遺物辯症 他到這個階段 他的經驗 即身一分 他對著這個病人 他自然會有一種能力 用什麼去抗操著他 因為他有個法則走 醫病有一個法則 這個法則 不理他去到哪個位置 你順藤摸瓜 上中那三招 你用什麼方法去按住他來做 你怎樣要把住他命脈 所以這些才是中醫的精髓 並不是西醫所認為他可死讀書 剛才你說讀這麼多書都未必有用 我告訴你 真是沒有用的 讀死書那些 醫病並不是的 是活打活用的 律師也是的 很多書上的東西 就是讀死書的 讀書不厲害的 林靖 綁著每一個症 你會見到每一種東西 並埋在你 它是千變萬化 因為怎樣才是千變化 人有陰陽二體裡面 這是我告訴你 學術性的東西 因為它一金一陽加起來 已經會有很多變化出來 所以這些才是中醫的文化所在 因為它有寒熱表裏虛實 已經配定不同的人 他的身體弱 他的人寒一點 你要用什麼藥去支援他 他下早不要他實的 你要通他為主 剛才你說的所說 六義通為主 五族要實為主 義滿為主 所以你要明白到 中醫的體制 為何會有前人的經驗 他們就是這樣 留到現在有讀書學說出現 這是民間的 以及詩情祖傳 詩帶圖的一種無處 好了 我們都聽到 各位都知道大家 有感覺的問題 好了 你覺得應該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你們覺得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要給香港大約有2800多個表裂醫生 還未過度 原先有8000多個 在1995年之前 全部都是表裂醫生 後期分批為三批 慢慢去過度 一批是完全不用考的 我們叫他們記得利益者 這班人是有15年 讓他們過度的 以及有些是負責人 某些機構負責人 他們是豁免不用考試的 所以連不需要15年都可以 完全不需要的 有些10年 他們已經可以給他 因為他們是中醫管理委員會裏面的人 是有一班人 有十幾個會 有十一個會 是豁免考試的 他們的會長 所以這個機制是不公平在於 你要考試都不如 全部一起考試 你要不考試 就全部人一動不如一靜 造成這個社會和諧些 讓他們全部過了 因為這是歷史遺留 責任上的問題 你必須讓別人去過度 然後再給五年本科的大學生 再連同這班私情祖傳的人 一起共野一路 因為已經永遠沒有表裂醫生存在 這批人已經死了 過完之後 其實你所說的 如果是讓你去做 如果你是當時處理現在的 過度時期 如何處理香港中醫的問題 你說香港當時大約有八千多位中醫 你剛才所說 是否意思是個人都應該考試 是否這意思 應該這批人 全部不用考試 現在澳門上是未需要考試 而這批人過度了 都只有八千多人 因為他有腦子的腦子 因為有些人已經不存在 他會過身 這次考試有一個叫經懷德先生 是八十五歲 全個考試之中最大年紀的一個人 他為了什麼 他為了就是 不甘心背著一個表裂醫師的名下 而下落旺傳 見他的私情祖傳 見他的父母 因為他絕對是不可以 他不忍受到自己是被別人侮辱 這幾十年 我徒弟無數 為何要做到這樣 這個中醫太白 還有一個姓鄭 他今年已經八十一歲 我們去訪問他 他那段時間 他含著兩眼睛跟我們說話 為什麼 誰迫成他們這樣 是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兒 我們再回來 我們下一次說 我就想聽聽大家 你遇到這個問題 你覺得應該怎樣解決它 或者當時你認為應該怎樣處理 我們就不會令這些問題出現 OK 我們休息 數分鐘之後再繼續